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很高聳的馬祖神像 高達32公尺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苗栗厚龍的青海宮 高聳的馬祖神像 他是用266塊的花湯園雕刻的 歷經20年才在2016年 來玩工我覺得這個很難 你看這樣的地方那麼偏遠 表示說他的戶口數人數很少 那你要募那麼多錢來蓋這個廟 所以其實我想他花很長的時間 這個剛好是青海宮 他登錄了紀念碑 他在民國65年 那一定被發現了 農曆10月30號 所以他們的故事記憶很多 所以他們還願意拍這個 然後剛剛我們沿路來的話 就看到很多自行車 很有規模的來這個地方玩 這裡其實蠻適合騎腳踏車的 因為他的路就是很直 然後風圓蠻OK的 然後你看他這裡已經發展到好多車子 好多遊覽車都會來這邊參拜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做到進行很OK的 蠻適合過來的 好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那位置在青海宮這邊 然後因為媽祖聳立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大家常會誤會他是三邊媽祖 我也是誤會很多年 所以三邊媽祖是在過來的這個地方 就是你如果要往拱天宮的話 的中間這個地方 這才是指三邊媽祖 可是拱天宮他們出去這個 那個叫什麼 進香的時候是一起去的 好我們進廟裡看一下吧 今天蠻多的 那這個廟裡蠻多故事 然後他所對的方向就是 剛好是他福建內洲媽祖的一個聖地 然後聽說這個266塊花崗園 其實也是從大陸那邊科好拿過來組裝的 我覺得台灣應該不是應該說 在建廟這整個過程 其實我們一般人 既然花那麼多錢都會蠻尊重的傳統 所以盡量會從原土去尋找 那聽說這個是從民國40年代 這一代就常常會發出一些 一些閃耀的光 然後海上的一些船是看不到 所以才來查 查一查之後又發現 我們那種漂流的三個大箱子 然後上面就是以後有一些神像 然後才演變成今天這個幽靡 還有一個因為透過空拍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查很多空拍 都拍得很不錯 可是你注意看他的眼神 因為我一直是從遠方來看 我不知道他竟然能夠刻到這麼的莊嚴 然後又不是說有一個威嚴感 可是那個威嚴不會讓你不敢親近 那我覺得無論是怎麼樣 你現在所看到的 這整個已經這樣的規模 都已經很不得了了 這整個已經這樣的規模 我們現在來到三邊天上聖母的廟這邊 他們就是俗稱的三邊馬祖 這裡呢我常常把它搞混 一直以為是剛剛前面的青海峰 這邊一樣也是人潮很多 然後常常會有一些 類似平安麵 或是被提供一些餐點 那旁邊有些攤販 那我們可以看上面的紅布條 是總統賴清平總統參與 都曾經歷臨 來這邊參香 那大家可以看 這裡跟廣天都比起來 好像不相上下 三邊馬祖 是臨近通宵古安宮的三邊莊的首都市 每年最重要的進香活動 便是跟著白鯊團 從天空天上聖母 乘坐同坐冷教 用塗布的方式 前往北港的草甸工進香 這樣的活動其實已經有百分的歷史了 相當的不簡單 而且 也相當的猶豫是 因為持續的這麼久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盛大的民主活動了 我剛剛也拿了他們的平安餐 跟各位講一下 他是昏的 所以如果你吃素冷 就不要拿了 他是有肉的 然後他用 他們這個每一次其實都不一樣 因為我上次來經過他們有很多義工來煮 那其實拿的也滿踴躍的 那你吃了這個東西就稍微隨隨一下 那這邊有一些吃完之後的回收 這邊都是自衣工 都是吃八杏仁這邊幫忙的 我們剛剛在三邊馬祖那邊吃他們的平安餐 這個 他平安餐跟我在九和三吃的不太一樣 九和三就是固定式平安麵什麼的 他這邊好豐盛喔 他這邊其實是昏的 所以他有炒飯炒麵炒 還有油飯還有湯 非常豐盛 然後大家吃了 然後很開心 然後很多自衣工都是義務來幫忙的 整個氣氛 那種瞬間你會覺得好像世界大同 那我們現在來到拱天宮呢 再講一下拱天宮是屬於通宵喔 它就已經不是厚容了 那拱天宮的旁邊好像也有兩座廟 那各位看喔 每次你來拱天宮你都不會失望 一定會塞車 可是你還是會很想來 那這邊就很像一個市集 那旁邊又剛好是海邊 我們來看一下海角熱海 哇很多人耶 風很大耶 介紹一下這邊的風景讓大家觀賞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繼續拱天宮逛一下 也參拜一下 我一直是想要在拱天宮拍到一些比較美的畫面 因為它的一些雕刻一定是很有味道 可是呢很難 因為太多人了 你真的找不到立足的位置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再大家過去看看 那很多南部人我在想可能對中北部靠近拱天宮可能會比較清楚 可是如果你沒有跟隨過或是沒有follow這個新聞的 你可能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裡那麼興盛 那這裡又是怎麼樣的環境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告訴大家這邊的整個環境 還有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話附近有些什麼 我們現在的位置已經到了拱天宮 我後面是香客大樓 那這邊的燙飯之多難以想像 你一定會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剛剛我們拍的是現場在做皮帶 然後皮雕的 然後它現場幫你打洞 那這邊有很多比如說在地的 像附近比如說大湖 它這邊就有賣草莓 還有屬於這邊的一些地方美食 然後有很多客家的小吃 你來 我跟你講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那我們現在就帶各位去感受一下 走 然後這幾年呢 很欣賞一些地方美食就是 號稱譬如說廟國 臭豆腐啊 或是麻糬之類的東西很多 這個要是我剛沒吃我現在就吃了 我就會很想要吃看看 對客家中央是小燙包的 很好吃喔 謝謝幫我們打環包 謝謝 客家中央跟南部中央講 又是南部人 他們都會說南部中就是 淡淡是不是 那客家中央就是很簡單的 有沒有會放一些 蘿蔔絲 然後可能一塊那個 這個肉是瘦肉 不會用三層肉 它就是鹹味 還有那種鳴 很簡單就是 如果你感覺做得很好吃的話 這樣就有一點味道 它不像南部比較好玩 像南部啊 南部啊 蘑菇拉 香菜 特產農產品就是地瓜 因為這邊的蜂還有一些土質 你聽說很好吃 我們等一下如果有去吃一家 是 他們稱為57號的地瓜 這是全家在賣的 那真的蠻好吃的 那這些東西你在好旺角 也都有賣相很多 蘿蔔絲 這邊大家可以看出這種人士 平常是好像沒有人客 所以我假日來基本上 基本盤就是這麼多的 那如果你自己有在賺的 可以來這裡買 當然記得一些 農產品都還不錯 那這幾年呢 台灣就是有很多 文章產品 會跟各地的活動結合 無論是農產品 或是 東教方面的興趣 那我是覺得都很漂亮 很可愛 很值得買 可是你會覺得 你可能買不完 這位應該可以說到 什麼叫做山枕海 我本來想到我們 好像沒有去過二龍 二龍在左手邊 可以嗎 我現在就正在 拱天宮的正對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人潮 真的不是蓋著 那這幾年台灣的夜市 或是說 像這樣的小吃 你會發現說 因為 你近一些 不是外來 還是說一些外籍新娘的交流 在小吃方面越來越豐富 可能會有越南小吃 泰式小吃 安國小吃 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 無論你是吃荷吃素來這裡 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那這邊就是非常的 應該說香菇非常的鼎盛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 我們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 那個人潮 不是慢慢消退 是越來越多 這裡是 假日常帶新 幾乎 已經 真的上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熱門的景點 那這邊 這個兩旁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景點 像 有一個新埔怡港 或是這個海域 海角樂園等等 都會去逛逛 如果你要排一定的行程的話 其實這裡是很剛好的 好 我們去吃小吃 謝謝 那幾袋 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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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宜蘭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 那個比較厚 比較薄 這個是韓國厚的 是喔 那包的東西有一樣嗎 對 這包什麼 麥芽 麥芽 湯湯 那吃這個咧 這是什麼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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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頭酥 芋頭酥 好吃齁 二二的更好吃 就是 不太甜 不太鹹 這樣也不會太大 對啊 嗯 但是賣很久了嗎 這邊快三年了 三年了 我們兩個做十年了 之前在哪裡賣 在家裡 是幾檔子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帶大家做訪這個 可以算是超級隱藏版的景點 因為大家都會直接往青海宮 或是三邊馬祖 拱廳公 那些地方去遊玩 而忽略的這個過港隧道 它已經超過百年的歷史 而且有三個串連在一起 重新整治 加上了七彩粉底橫燈 非常地輕鬆好走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很浪漫的 星光大道 所以呢 你是喜歡戶外擦清免費經典的人 經過的時候可以過來走一走 當你經過隧道之後 再往高速走上去 往遠處一望 可以看到海岸線 還有風車 是個蠻棒的景點 春天跟冬天 看的景色完全不一樣 沿路還有一座 在日治時期挖掘隧道工程的時候 又發現了過港被化石層 被保存下來 其實是相當罕見的自然景觀 在當時日本人的時代 就有把它保存下來的概念 請大家要保護這樣的地錢 不要去觸摸掛掘 因為它的設施呢 並沒有說整個把它框架圍起來 是可以很自然的直接望向 這個化石層的 苗栗縣綠光海風之前車道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喔 這裡有三座橋 一個是快速道路 一個是火車 然後一個是自行車道 那自行車道他們還在做一些增見 然後旁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蠻多人都會來這邊釣魚 那這裡很適合你經過 那如果你騎腳踏的時候 也可以從這裡過來 不過呢 自行車道中間都會有一些海鯊 那如果你不怕曬的話 你可以往海邊衝 只剩下幾百公尺而已 是真的 在那邊 坐著 柑子 也在嘗嘗 走著 看看